我們前面跟各位舉了例子 告訴你說墨盒很大 大到你數不完 少不光 那你為什麼要找個這麼大的數字 因為原子都很小 你隨便抓一把 裡面都非常多個 你用個十百千萬一數 這樣子是不恰當的 所以我們要創造一個大的單位叫做墨盒 那大嘛 那你可以十的二十四方 十的二十五四方 這樣就沒有那個六就比較好算啊 那你為什麼搞一個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 那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設計 我做了一個什麼設計呢 以墨盒的原子或分子 它的質量就恰好等於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 以墨盒的質量就是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以墨的鈉就是二十三克 因為鈉的原子量就二十三 因此我就很好處理了 很好處理了 我不是用數的 我是用秤的 我秤鈉 秤二十三克 就這個鈉就多少個 就以墨的 然後我們經過別的方法算的就是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的 所以我才說這個數字叫做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 就是我的設計 鈉的原子量是二十三 所以一墨鈉就是二十三克 硫酸的分子量是九十八 所以一墨的硫酸幾克 九十八克 所以我不是用數的 我是用秤的 我用一秤就知道這裡面有多少墨盒 因為一墨的質量就等於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 因此我們就有兩個方法來算墨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有多少個去除以六乘以十的二三四方 第二個方法就是你有多少質量去除以的原子量或分子量 注意這個質量要以功課做單位 這個質量要以功課做單位 好所以我們有兩個公式 我們有兩個公式來算我們的墨 公式一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二三四方 公式二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而這個質量要以功課做單位 要以功課做單位 就是我們計算墨的兩個方法 事實上我們有三個方法 但是另外的方法 要等到膠、酸、鹼、鹼、 膠到電解質的時候 我們才會出現 所以目前我們只有兩個方法 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二三四方 多少公克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墨就是數目就是有多少個 墨就是一個計算數目的單位 就跟一打兩打的意思是一樣的 一打幾個? 十二個 所以意思一樣 一打十二個 以墨六乘以十的二三四方格 一打十二個兩打幾個? 二四 怎麼算? 十二乘以二 OK 那一墨六乘以十的二三四方的兩墨有幾個? 十二乘以十 就乘 乘二嘛對不對 六乘以十二三四方乘以二 答案 一點二乘以十二四四方 我不准你寫 我不准你寫十二乘以十二三四方 那是錯的 有老師準 我不准 你要寫正確的科學記號 好 一點二乘以十的二四四方格 一樣意思對不對? 一樣意思 OK 好 一打十二個 以墨是六乘以十的二三四方格 那請問你三十六個幾打? 三大 怎麼算? 三十六除以十二 三十六除以十二 那 那 那麼請問你 1.8乘以十二十四四方格有幾墨? 一樣 去除以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出現的公式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出現的第一個公式 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去算墨 去算墨 OK 好 這個方法 想法完全一樣 對嗎? 想法完全一樣 好 那我們講過實力這樣操作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用數的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用數的嘛 我們用什麼做的? 寸質量的嘛 我們寸質量 因為 以墨的質量就正好等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好 假如一瓶水有250公克 那以墨二氧化態 分質量四十四就四十四公克嘛 好 以墨四十四 以瓶水250克 以墨四十四公克 兩瓶水幾克? 八十八 五百 五百 五百怎麼來? 兩百五十二 兩百五十二 那以墨四十四克 那兩墨幾克? 八十八 八十八怎麼來? 四十四十二 完全一樣的想法 完全一樣的想法 對不對? 完全一樣的想法 好 一瓶水250克 一瓶四十四克 好 一千克有幾瓶水? 四瓶 四瓶 四瓶怎麼算? 一千粒250克 四瓶 好 那麼一百七十六公克的 二瓶三幾末? 好 除以四 四末 這就是你剛才出現的 第二個公式嘛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 分質量 比這樣來的 我以前啊 會罵同學啊 會買豬肉不會算理化 好 一千粒50克 五塊錢 兩支多少錢? 十塊 三支多少? 十五 他覺得我神經病 問這種笨問題 好 很好 一瓶五公克 兩瓶幾公克? 不會 一瓶 一瓶 看到瓶就不會了 對 看到瓶就不會了 其實想法完全 一樣 完全一樣 一瓶五公克 兩瓶 十公克 乘二 十五公克幾瓶 除以五嘛 三瓶嘛 想法是完全 一樣的 那瓶的計算很重要 我剛才前面跟你講過了 國中的化學計算算兩件事 一件事算瓶 一件事算瓶 一件事算瓶濃度 那很不幸的 要算瓶濃度還是要算瓶 所以你一定要會知道瓶怎麼算 兩個公式 一 多少個 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 二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公式二 比較常用 公式一 比較少用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數的啊 我們不可能用數幾個啊 所以我們要秤幾多重嘛 所以公式二比較常用 這是你要會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 以前教的小瓢蟲 當然你可以不用記小瓢蟲 那意思是一樣 如果我現在想求多少個 怎麼辦 墨爾乘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嘛 那如果我想要求多少墨爾怎麼辦 我如果我想要求多少墨爾呢 就是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的二十三四方嘛 我想求墨爾怎麼辦 我想要求墨爾怎麼辦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我想要求質量怎麼辦 墨爾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這是以前教過的 很正常的想法 好 很正常的想法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基本上我沒有辦法 直接有多少個求多少有多重 也沒有辦法直接有多重去求多少個 沒有公式可以直接換 我需要一個友誼的橋樑 誰是他的友誼的橋樑 墨爾 因為多少個可以變成墨 多少功課也可以變成墨 同的東西墨是不是怎樣 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好 多少個除以六乘以十二三就是幾墨 也等於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討式題目 如果給你我說我有1.2乘以十的二十四四方的硫酸 請問他有多少功課 或者呢 我有二十二功課的二氧化碳 其他有多少個 這時候我就需要一個友誼的橋樑 誰是他友誼的橋樑 墨爾 我要靠墨爾把它換過來 因為多少個可以換成墨爾 多少功課也可以換成墨爾 我要靠墨爾把這兩個連在一起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好 練習 銅的原質量63.5 兩墨爾的銅有幾個 質量有幾公克 兩墨爾有幾個 個數跟墨爾數就是怎麼樣 個數除以六乘以十二三這樣一墨對不對 一墨爾是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個 所以呢 一墨爾是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個 所以呢 就知道 那兩墨爾就乘二了 三墨爾乘三 如果看小瓢蟲就是 看小瓢蟲就是把那個 個數圖遮起來 就是墨爾乘以十二三四方 所以呢 就把它乘二就好了 答案就是 1.2乘以十二四四方個 很簡單 很簡單 好 幾公克 還有幾公克 還有幾公克 墨爾跟質量有什麼關係 宜墨爾的質量就是什麼 原質量或分質量 宜墨爾的質量就是原質量或分質量 宜墨爾 原質量是63.5 原質量是63.5 那一墨幾克 63.5克 那兩墨爾怎麼辦 乘二嘛 三墨爾怎麼辦 乘三嘛 不降很簡單嘛 對不對 一樣 乘就對了 所以公式你可以看小瓢蟲 質量遮起來 就是墨爾乘原質量分質量 那原質量63.5 兩墨爾就給它乘二 所以答案127公克 所以答案127公克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